今年首度获邀参加美国职棒旧金山巨人队 大联盟春训的台湾投手邓凯威 没有翻译陪同参加球队训练 说不紧张是骗人的 但年仅22岁的他 第一次感受到离大联盟这么近 尤其过往透过电视转播才看得到的大牌球星 现在竟然是跟自己一同训练的队友 感觉格外兴奋 看电视才会看到的人 现在就跟他们一起训练 还蛮不可思议的 然后隔天做潮的时候 Posty就跟我说 那时候你昨天丢到摄影机 那个是什么球 我就说取球 跟台湾之光王建民一样身高193公分 117公斤的邓凯威 站上投手邱显得霸气魁虎 邓凯威目前名列巨人队潜力新秀第18名 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一举登上大联盟 但回头看球探报告内容 除了嘉许他的控球 也写明他的优势是能叛读打者挥棒 邓凯威认为这都要归功于小联盟的扎实训练 用电脑去放慢他们的挥棒动作 然后去看他们的挥棒的轨迹或是弱点 我可以去攻击的地方 这是在我小联盟学到最多 事实上这个春训的重点 其实是帮邓凯威找回比赛感觉 毕竟他上一次在正式比赛投球 已是2019年10月底的事 教练提醒 其实春训只是让身体暖身开机 不必给予表现 邓凯威的球种优质 未来仍有机会 中央社记者林洪瀚亚利桑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